MEP UP 妙妙 Love yourself everywhere Feeling good That's your natural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MEP UP 妙妙 我今天這一集要來解救西蘇眉毛的女孩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我的模特兒 美妳好 今天改造的重點就是眉毛 眉毛怎麼樣畫才會根根分明 然後又有立體感 感覺像自己的眉毛一樣 還有大地色的煙熏妝 讓感覺眼睛有神又有個性 讓小眼睛也可以變成大眼睛 其實它皮膚感覺也是滿好 我有先上底妝 上一點底妝 然後其實它是有眉毛的 只是很淡很淡 然後我今天要用另外一個 我的畫法就是先 其實先把它的眼妝唇妝整個完妝之後 然後眉毛完全不要畫的感覺 其實也是一種時尚啦 沒錯 可是有眉毛跟沒眉毛 我想讓大家先去自己去做評斷 可是我們今天還是要先解救一下 一般的人還是要有一點點眉毛啦 對吧 所以我先來畫眼妝 好 讓眼睛有神一點 然後眉毛給我的感覺 我覺得可以有一點點小煙熏 然後我現在是拿的是眼線筆 這是眼線筆 是我也用很久很愛的 然後來畫煙熏的 是Armani 它很好暈 可是它不能畫內眼線就是啦 因為畫內眼線它就會暈看 所以它只能把它當成眼影 然後或者是畫外眼線的眼線 然後都用手 因為眼線筆還是有一點油脂 然後我再壓一點眼影粉上去 就像壓蜜粉讓它比較不會佗妝 就把它固定住 再畫一點點下眼影 然後畫眼線 然後畫 往下看喔 看地板 看地板 對 然後畫了 內眼線 然後再來是 假睫毛 好 往下看喔 看睫毛 對刷睫毛的階段很重要 這支真的太重要 我可能寧願要有這支也不一定要睫毛夾 現在睫毛的睫毛膏很重要 一定要很小很細 才會好刷 夏天到了啦 其實大地色 尤其有一點點珠光的眼影是很夯的 好 再來就是 我覺得它的今天穿著啊什麼的 我就覺得可以用比較中性的顏色的口紅 像土色啊 然後 玫瑰 玫瑰土 然後 這一支 有點粉 可是因為它的粉 是OK的 就是不會太 就是有點豆沙粉 然後就可以用 試試給大家看 好 那現在我們要開始 今天的主題了 就是解救新書眉毛的女孩 好 現在就來囉 你看 她幾乎 沒什麼眉毛我不要再修她了 因為就也不需要了 雖然我還是看得出來 哪邊的眉毛比較多 哪邊的眉毛比較少 可是 就還是不要再 殘忍的對她 我就直接先用眉粉 把大概要的角度跟高度先畫出來 我先把兩邊先抓出來 她的左邊的確高很多 她的左邊這裡 她的眉毛長到這裡來 可是我要兩邊平衡的時候 那邊可能不理她 所以反正她的右邊要高一點點 先抓好兩邊 抓好兩邊 我才開始慢慢畫 先一根一根 一根一根一根畫 她有霉素感 所以用一根 然後再補動 也一樣要用一根一根的方式畫 雖然是補動 就不要想說是要把它填滿 一根一根一根 好了 可是因為她本身其實還是有眉毛 我還是會用快乾掉的睫毛膏 就把它刷出眉毛的感覺 眉素的感覺 然後把我們剛剛畫的眉頭 可以帶過來一點點 讓鼻子挺一點 然後拿一個快乾掉的睫毛膏 一樣逆刷 好 大概就這樣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解救 吸收眉毛的課程 那大家有問題的話 可以到底下留言給我 那我也要謝謝我今天的模特兒 妹妹 妳好 謝謝 謝謝妳 謝謝妳 掰掰 再見 再見